为什么谢霆锋对王菲如此痴迷?陈奕迅告出原因,张柏芝太可怜了。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王菲真的是一个人生充满传奇的女人了。 第一段婚姻是河都尉,第二任丈夫是李亚鹏,两段婚姻结束之后,年仅50岁的王菲还得到了谢霆锋的钟爱。 很多人都表示不能理解,为什么王菲能让谢霆锋为她痴迷? 是因为王菲的美吗?但是张柏芝年轻时也丝毫不输任何人,那是因为王菲的才华。 但是张柏芝新人出道时便拿下了多个奖项。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,陈奕迅在接受装访的时候就说出了原因。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,陈奕迅在接受装访的时候就说出了原因。 陈奕迅表示谢霆锋19岁的时候压力特别大,因为当年星途不顺,又要替付还债,压力真是特别的大。 这样子谢霆锋19岁的时候也不愿意再和有压力的人在一起了。 而张柏芝却会带给谢霆锋很大的压力。 在谢霆锋19岁的时候,张柏芝会一直找他,疯狂地打电话,直到找到谢霆锋为止。 后来又有了陈奕迅事件,谢霆锋顶住压力表示支持张柏芝。 然而在事后,张柏芝在飞机上再次偶遇了陈奕迅,两人竟然还很轻松地合影。 对于谢霆锋这样惧怕压力的人,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再坚持下去了。 而王妃一直都是十分独立自主的。 两人的相处模式十分自然,王妃爱自由又独立,正是谢霆锋需要的。 所以可能这也正是王妃能让谢霆锋为其痴迷的原因了。 不知道对此,你怎么看呢?一起来说说吧。 王妃祖父是王兆民,自莫林,嫩江省龙江县人。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,曾任中华民国立法委员,1985年在台湾逝世。 四子王又林即是王妃的父亲,是位煤炭工程师,母亲夏桂也曾是煤矿文工团的女高音。 因为文革影响,她15岁前跟随母亲信,名为夏林,15岁后改从父亲才叫王妃。 她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银和少儿艺术团的议员。 由一兄长名为王毅。 她毕业于北京的东芝门中学,本已在高考中考入夏门大学生物系。 王妃同年时,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银和少儿合产团团员。 该团还保留了她小时候胸带红顶巾表演的影像资料。 在中学时代王妃的歌唱视野就显露头角,出版过几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。 包括《封从哪里来》,《迷人小姐》,《邓丽君不相情》等。 王妃。 王妃早期参与拍摄了一些有名的香港电视剧,如《袁振霞》、《一号黄亭Ii》等。 但歌谈天后地位确立后就离开了电视荧幕。 直到2001年受邀妖妇日拍摄日剧,终以大话姻缘或弄假成真。 剧中王妃担任女主角,成为首位出演日剧女主角的华人,男主角始终静贵依,女配角则始终先有忌讳。 聚集于同年7月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,台湾新加坡电视台同步播影,香港无限翡翠台则于10月播放。 电影方面,王妃评注重庆森林的演出于1996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电影接影后。 后来又凭《天下无双》获得第九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女演员。 导演王家卫也曾多次公开赞赏王妃的演技,称其为天生的演员,认为她具有最好的肢体表现,body motion。 就一个人在镜头前的一些动作,整个画面就活过来了。 并表示没有人能取代阿飞,她不拍戏真的好可惜。 参考来源。